今年在深圳夜间经济消费中 增长最为明显的是各类体育项目 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深圳看一看 晚上八点 广东深圳南山科技园的一家体育综合场所 迎来了一天的客流小高峰 健身教练黄敬余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 晚上约客的学员越来越多 因为我的学员现在来说 他们工作会很忙碌 只有晚上的时间 难得挤出那一两个小时锻炼 周一到周五 基本都是非常忙碌的今年 所以难得晚上的课程都是爆麻状态 李亚昆之前在一家企业 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幺气橄榄球 并嗅到了里面的商机 于是他果断辞职 并成立了一家专门玩球的俱乐部 俱乐部成员从年初的五六十人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五百多人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在工作的上班族 所以在下班之后 我们在八点半的时间 会约到一块来去打一场球 大概一周会玩个三次 大概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 就会过来玩 因为我们上班也很辛苦 然后每一次就是为了释放压力而来的 数据显示 今年七至八月 深圳夜间运动健身的订单规模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 其中球类运动的订单量增幅近百分之三百五十 这家位于广东深圳福田中心区的运动社区场地 主打的就是各种球类活动 负责人江浩告诉记者 工作日的晚上以及周末全天 场地订场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平常的散客订场 需要提前七到十四天才能预约到场地 随着这几个月的一个运用 其实我们能明显看到夜间的运动需求 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那其实这个也是跟深圳的年轻的 作息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大部分的白领上班族 他们的休息娱乐时间都是在晚上